各位观众朋友 很多人都以为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然后把它装潢的美美的 就是有好的生活品质哦 其实哦这样子做对了一半哦 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大家会忽略到的因素 就是室内空气品质 所以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室内空气品质的达人 东霖哥 东霖哥来帮我们讲一下 到底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的概念是什么 大部分就是室内都以为是比较干净的 空气都比较好 然后它大家都其实不知道 那个室内的粉层二氧化碳是 其实是最多的 因为人们长期有八九十%是在室内活动 然后假如说房间里面通风不好的话 那就会带来说二氧化碳 它浓度持续升高 那升高的后果就是说 你会感觉到疲劳 还是彼此会过敏会打喷嚏 那其实都是二氧化碳 它那个PM2.5在做怪 东霖哥你怎么会对这个空气品质这么了解 就是因缘巧合遇到 有那个业者 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想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做一个监控出来 然后把素质给显现出来 所以说你们因此研发了一台室内空气的品质系统 对不对 一个监控系统 对 哇那我现在很迫不及待要去看你研发了这一台室内空气品质监测系统哦 我们过去看一下 好 没问题 这边请 东霖哥这些都是室内空气的品质监测系统哦 是的没错 这一台是我们最新型的CY-IAQ9系列 它可以连接所有的家电 包含说最基本的有遥控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连接 它是有一个智慧学习功能 然后会去把记录你的红外线的频道 哦 对 然后在手机上你就可以去掌控了 完全不用再去找遥控器 嗯 包含我们在外出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在外面监控到我们的环境呢 诶 是不是都OK 甚至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诶 我们可以先把它启动冷气 嗯 让里面舒适一点 哦 然后回家就有冷气可以吹了 嗯 我们的原本的架构就是以居家为主 那这一台它上面也写室内的 这两台有什么差别 哦 这两台的差别在于说 这一台是属于公共场所空间在使用的 嗯 然后这一台是属于家庭室 家庭室的 它这一台是属于全自动的 所以说温度升高的话 完全不必不必去担心说 诶 我要去调整它的冷气啊还是怎样 完全不用 嗯 我们有内建的系统可以去把它做 联动的控制 全自动 哦 对 所以我们只要去设定 调一个设定 把它连接这些设备 它一旦超过标准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系统都会完全的 对它自己会启动 哦 如果达到 我目前我们设定是35度 嗯 如果达到35度的话 它就会去启动冷气 嗯 或者是排风扇 诶 那另外我有看到 这边还有一套这个系统 上面写着 阴眼预警控制器 它是一个警报器吗 它是一个预警系统系列 它是属于工厂 工厂方面在使用的比较多 哦 装置在工厂里头的 没错没错 它 它一个重点就是说 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主动来警告你 然后让你知道 它 让你知道的方式 它很特别 它是用简讯的方式 常发生就是火灾 尤其是半夜火灾 就是那个电线短路 然后我让它去阿浪 阿浪的时候 它接受到警报的时候 它会发简讯给我 我手机已经有了 包含说 你要是里面突然间 需要用电的地方 如果突然间断电的话 它也会发简讯来给你 今天真的听到东霖大哥 他的这个介绍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也颠覆了我对于室内空气品质的这个观念 所以今天真的收获良多 装了这台空气品质监测系统之后 我现在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 都让我觉得好安心好放心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一般人的消费习惯 会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 像是室内的装潢 还有豪华的摆设 以及换更大的房子 其实你同时也可以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空气品质的监测 它可以确保你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气 让你的身体比较健康 那你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后 再搭配你打造的漂亮的房子 这样子你的生活品质才会是双赢的哦